大家好,明说天下,我是一鸣 那么近段时间,立陶宛当局频频对华做出疯狂举动 在涉台社交问题上肆意干涉中国内政 已经严重触碰了中国的红线 对此,中国也对立陶宛进行了反制裁 那么,据立陶宛的官员此前透露 大陆方面已经对跨国公司提出了要求 要求他们在立陶宛和大陆市场当中做出唯一选择 那么对跨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必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所以中国此举无异于是给了立陶宛经济致命一击 于是立陶宛为了挽回损失 就开始打起了台湾市场的主意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立陶宛官员要求台湾开放市场的事情 近日呢,据台北时报报道 立陶宛农业部的官员正在向台湾当局施压 要求台湾当局加快对立陶宛农产品的进口许可 降低立陶宛失去大陆市场的损失 那么立陶宛农业部的国际事务与出口行销部门的主管 樊库斯声称 大陆对立陶宛当局采取的所谓制裁手段 已经严重阻碍了大量的立陶宛企业进入大陆市场 虽然台湾当局已经对立陶宛开放了部分市场 尽力减少立陶宛企业失去大陆市场的压力 但是显然效果并不明显 所以台湾当局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 除此之外呢,这个樊库斯还表示 台湾市场很有潜力 但是呢,部分立陶宛企业还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进口许可证 没有得到任何订单 所以台湾方面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帮助所有的立陶宛企业来获得进口权限 最了解呢,立陶宛的小麦、大麦等等农产品 已经获得了进口许可证 顺利的进入了台湾市场 但是续勤肉品、乳制品以及蛋制品等等产品 仍然没有获得许可 我们可以从樊库斯急于打开台湾市场这件事情当中 明显感觉到失去大陆市场的立陶宛有多么窘迫 但是台湾市场真的能够代替大陆市场吗 答案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 据立陶宛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呢 台湾地区的市场规模根本没有办法和大陆相比 失去大陆市场的立陶宛企业将会更加难以生存 值得一提的是呢 立陶宛农业部的负责人近日表示 明年将组织立陶宛厂商访问台湾 参加台北国际食品展 对此呢,外交部凡人赵立坚表示 立陶宛当局与台独分子对中方勾连挑衅 已经走到了正义的对立面 中方不排除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